温暖着我 却远着我 我总会看见 的梦来传人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我问了陈向满 他说你跟柯爷 要回来见一个什么人 柯爷又不去上海 你当然得来这 你都说了 我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今天真的没法带你玩 谢俊阳 你不对劲 你再躲我 你才不对劲呢 你喜欢柯爷 你老盯着我干嘛呀 我已经不喜欢柯爷了 我现在喜欢你 我一直跟着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你也一定喜欢我对不对 那你就做我男朋友呀 行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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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现在真的很忙 那个 我们再联系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好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呀 好 拜拜 待会儿联系我 结束了第一时间联系我 拜拜 太好了 成功 不许多年了 都是生活啊 这环境是越弄越好啊 跟你这小日子一样 越过越不错 说重点 我是想跟你再聊聊合作 不合作 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这里 你不如多去想想 如何把聚合 在玉瑶室所有的项目发展好 可颜 你要不要这么觉得呀 你这是想告诉我是吗 我聚合在玉瑶走一步 你恨不得走三步 加一个大跳 你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留上这辈子都干不过你 是 之前是 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纠结了 奇怪 我怎么会跟你们这种人交劲呢 我跟你说 之前在文旅局 我要求你们给首艺人谋福利这事 不是在坑你们 我是在给你们制造机会 说真的 好好用心发展项目 你可以做到 不送了 你哥里面怎么说 我跟他约好了明天见 夸自己分宵的事做得不顺利 不会拒绝我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要是小满姐知道我大舅的事 趁家不就乱通了 那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回家了吧 当然 不是啊 总有人 得撑起这个家 去吧 早点休息 那你也早点休息 来 周老 你看这项目怎么样 俊俊 你这个有点太理想化了 等古街商业区那边一开 那理想不就变成现实了 你要知道 商业区现在可是 市业的重点发展项目 以后的流量很可观的 而我们这个公司 就是针对各种商业区 承接他们要的各种项目 你得想想 这一块谁负责的 谁 刘少 客严 刘少 老朋友了吧 他肯定第一个给咱们让利啊 客严 咱姐夫 陈杰克项目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 靳军 要不哥说你 还是太年轻了 刘少那帮人 有钱 谁都可以跟他们成为朋友 你看我上次开机也没有入他们院 他们还找过我吗 至于科研吧 现在还不是一家人 还真不好说 钱赚不就得了 大不了咱们先试试嘛 实在不行 就赶紧撤 哥 这项目要是办下来了 以后你的疾风 那也是我拿的出手 还得想个东西了 水开了 喝茶 喝茶 来来来 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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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晚上睡不着了 都是三舅的宝贝 弄碎了 三舅该不高兴了 行吧 行吧 我考虑考虑 走 咱俩就喝咖啡 许姨 一会把火关一下啊 好嘞 好 一直知道 郝厂长有开设分厂的需求 正好 我们这边现在 计划在玉瑶 建立起一个完善的 陶瓷产业园 政府那边 我们已经争取到了 政策的支持 来 郝厂长 您看一下 那真是太好了 我一直在给本地的瓷器企业 供应所有原料 我一直在给本地的瓷器企业 我早就想去瓷都 开拓新市场了 我们这算得上是双向奔赴了呀 是 郝厂长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 还有门槛 需要郝厂长您的配合 您说说看 新设立的分厂 必须提高内控的标准 整体的生产线和质检体系 都必须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建立 直接复制现在的生产模式 难道不是更有效力吗 郝厂长您家 一直以来都在提供陶瓷原料的供应吧 嗯 祖辈们 一蛋一蛋的矿石 挑出来的 您一直留在这个行业 想必 也是有您更高的追求吧 嗯 如果想要追求一个 最好的竞技效益 最重要的 还是在整个行业里面 权限地提升 目前国内的瓷器厂商啊 大部分都还是用的进口的优料 这就导致 国内的优料 长期被挤压 压缩 产量是逐年的下降 究其根本 就是不成规模化 标准化 所以在整体的品质上面 很难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说白了 就是竞争力不足 对 我们家呢 也是时代做瓷的 我自己也在做 确实是能够体会到 进口原料和国产原料 这之间的差距 其实很多时候 选择进口原料 也是不得已的 你们家在玉瑶市 也有瓷器厂啊 嗯 我三叔三婶呢 在经营疾风词业 我自己有一个小的工作室 但我们的需求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 在玉瑶呢 有很多的瓷器厂啊 还有小作坊 包括很多年轻的手艺人 数以万计 更别说 还有很多爱词 懂词的人 也在来玉瑶追梦的路上 可以说玉瑶的每一分钟 都有可能会有一个 新的创意产生 那么成为这些创意 支撑他们的源头供应商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 我要是不干这一票 那我就是个大傻子了 那日后在玉瑶市 就得承蒙二威多关照了呀 彼此进步 将来进入产业园区之后啊 除了有政策的支持之外 我们这边 也会帮您逐渐完善您的产品 当然了 我们也会帮助您 与本地的瓷器厂商 例如季风 建立起深厚的关系与合作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后续啊 我就等待柯总 还有陈总的好消息了 慢走 好啊 好 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啊 嗯 跟你在一起工作 就是那么地有默契 事半功倍 那你是不是得给我发工资啊 可以啊 多少 说 说实话 你这么多项目 能赚多少钱啊 你是不是在打听我的财务状况 不能打听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实话实说了 其实谢俊阳那栋老洋房 我 还没换回来 那你怎么给我发工资啊 是什么 吃点 唉 就是准备了 海老洋房 看我 伯伯 看你 为什么 你我想问这 你什么 没有 你看我 你一起骗 你自己骑 我没有 你自己说 我自己看了 你自己看你 你自己看你 喝不得慌 是吗 刚不是说你非要喝吗 你不是成熟的人吗 还要我做决定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行 你刚刚在工地的时候啊 只回这儿 只回那儿的 特别威风 是吗 这个项目我跟科研都是老板 那我怎么觉得 你像包工头呢 什么呀 别胡说话 戴上 戴上吧 别别别别别别别胡闹 别闹了 戴上 陈勋童 赵俊 赵俊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陈勋尧 你不在家待着 出来瞎逛啥 关你什么事啊 你们俩又在干吗 这什么 我们在这儿干正事呢 别像你那天天 合同 拿过来 小边看得懂 被这儿吓死他了 我还不稀罕呢 你们俩待在一起 别亏钱就懂 行 等我挣着钱 你别跟我要啊 行了哥 还有证损呢 先走了 咱给你咱点 来 五二三回家啊 管得真快呀 陈勋童 走 说 没得还没笑的 赵俊俊俊 这个 这个啥意思 什么叫乙方不得将工程 转包给十大工程 看他啊 走了 他们就俩小绿行 别理他 行 又不是 快 如何 进屋说 来 来 我查了一下啊 这个陈勋童呢 跟赵俊确实注册了一家公司 财务上跟业务上的基本内容 全部都在这儿 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项目 收益还是正增长 看 赵俊只占百分之一 这明显就是专门设给陈勋童的赌博鸡 那赵志宏会不会太狠了